这是本赛季我看浅莫直播最残忍的一局比赛 即使对面撞车杰瑞清烈篮绝三大博服高手 也要被八分钟爆杀平推 但更加夸张的是在游戏结束时 经济已经领先一万多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而系统给浅莫同队安排了同床共枕的好弟弟小郑一起并肩战斗 并且更加有意思的是选英雄时两人还反而赛了一波 此时浅莫发出自己的巅峰分数和马超胜率就马上被小郑认出 不是你是谁啊 不关去不问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最强兄弟组合是怎样爆打对面三大博服的 游戏开始浅莫还在刷篮时上路对线小郑差点就单杀杰瑞好在及时交闪才幸免于难 与此同时下路也打得不可开交 而小郑也被支援上去的李华收下 随后中路兵线交汇浅莫依旧是皇帝刘打法美国中线都吃 并且连统三枪对面李华直接大残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李华还要贪陷那么浅莫势必要让他看黑白电视 而就在这时上路也传来捷报小郑将杰瑞狠狠压制 三分钟时浅莫的伤害肉眼可见的恐怖对面只要打漏口抢线就要被两枪戳裁 紧接看到下路有团战爆发的迹象 于是果断支援莫子更是没坚持三秒就变成了英雄碎片 但对面的杰瑞身为世界第一木栏实力肯定不是盖的传送下来后单切了五方辅助 此时小郑眼看杰瑞已经开始转线支援打出气势 那么自己也要回进给对面一波 五分钟时大司命带现被抓到浅莫上去一枪K下人头 紧接对面想要反击时杰瑞被海瑞拉入七度空间开毁 而剩下的两人显然已经成了瓮中之鞭 最后孙命的一口治疗直接让对面的老虎心凉了一大截 紧接我方在一起抱团压中然后反掉对面南区彻底经济压制 七分钟时海悦在对面红去拉到老虎 而大司命也被斩落马下 此时战神浅莫进场让对面尝尝自己的冷灰枪是否封力 最佳的进场时机加上爆炸伤害送给对面一波团灭后自己去清对面野区 而队友则是推掉两屋高地 然后再结合队友一起抱团压下但凡李华赶上前一步就要被顺利 而大司命在从海悦大招出来后也要落地成河 最后等兵线进塔杰瑞还幻想清掉兵线 而结果就是被浅莫的伤害下出闪现 最终浅莫以恐怖的压制力八分钟领先一万多经济成功拿下胜利 而浅莫此时小号也来到了巅峰12名 最后大家认为浅莫马超不被搬的话能不能再次登顶 哇 这把对面男爵杂杰瑞一架 轻烈 直烈 难烈